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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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我們兩天的時間可以試車 所以就到處看看走走 我們現在來到基本上算是 葡萄牙也算是整個歐盟 歐陸的西南角 像前面那邊有個燈塔 等一下我們要去 那個是聽說是歐洲第二厲害的燈塔 他們厲害的燈塔 代表他們的燈光的照射遠度 它好像可以到五十幾公里 第一名是60公里 那葡萄牙的路況不好 那我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們昨天在賽道的時候 因為都平坦的路面 所以輪胎 胎壓就顯得並沒有那麼的重要 因為它並不會太彈跳 但是今天來到這裡 沿路那個路況太糟了 那我們剛剛試著把胎壓降低 可是因為我沒有胎壓表 大概降到36PS還是跳 那我建議原廠 范德未來引進這個車子的時候 尤其是搭配這個19吋的輪圈 胎壓真的要注意一下 尤其可能會是施壓去跑胎 更要注意 第二個部分就是 這具變速箱 它的 換檔的邏輯 還有換檔的時機 和以前我試駕的8速變速箱不太一樣 在時速100公里的時候 大概只有1400轉 以前沒辦法達到這樣 甚至在時速130公里 大概有到1000 也在2000轉以內 另外還有就是它這個跟車系統 它可以完全靜止 這個不稀奇 可是當前面車輛走的時候 它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厚的 就是它不需要再去按任何按鈕 或是點油門 它一樣自己會跟著前面的車繼續走 這個還滿特別的 再來一個煞車 我想可能換了金屬油管 就會好一點 它的煞車前面30%是沒有 是空的 你變成從0踩到30%是沒有 40%突然給你全部的40% 所以你很難去控制它的煞車踏板 踩踏 在40%的時候太過於過度 太過於靈敏 可是在前面0到30%是空的 換清楚油管應該就會好了 在我後面這個 紅色的這個屋頂 這個就是聖文森腳的這個聖文森燈塔 這個燈塔在 15世紀末的時候蓋好 16世紀啟用 當時它只是一個用燈油 用藍油去點亮 所以它的照射大概只有兩三公里 那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呢 它現在的照射範圍可以到50幾公里 就是它的射程可以50幾公里 它是歐洲第二遠的 第一遠的不在這裡 第一遠在另外一個地方 它的射程可以到60公里 那這個燈塔很重要 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它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對於以前的水手來說 你從非洲或從美洲 要來歐陸的時候 這個燈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燈塔 那到今天為止它一樣是在運作著 它每五秒鐘會轉一圈 這五秒轉一圈 等於是你在這個燈塔 任何一個地方 五秒鐘會看到一次閃光 它現在是還在啟用的狀態下 那這個地方就是 整個歐陸的西南角 就叫聖文森腳 那這個燈塔就叫聖文森燈塔 它已經有大概有五百五六百年的歷史了 看完了影片我很想問一下 佳偉哥 為什麼BMW非常的堅持 他一定要用手勢 要這樣這樣 然後呢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甚至於又現在這樣 還不能這樣 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配備在以後 可能我們的下一代 或是什麼 以後 我們不是常在討論 近二十年來 最無聊的 最激烈的配備 他可能會被選上 因為 我們光講 我們最常會碰到的就是 接電話 調音量大小聲 選檯 這個現在在方向盤上面 全部可以一鍵搞定 而且很快 我們光講 我們講兩隻手指頭 去調整音量旋鈕 有沒有 你是不是很好去控制 那個微妙的那個距離差異 那你透過按鍵也很好控制 我問你這個轉你怎麼控制 你轉你什麼時候知道它感應到 所以我常常弄那個啊 如果要大聲啊 結果發現半天它不動 我就這樣 就砰一個 爆掉 而且有時候你在講話的時候 動作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他就以為你要轉音量 對不對 這時候就可能就感應到了 我覺得這個配備 當然它因為不是在台灣製造 不是台灣品牌 要是是的話 我們真的要建議它 你可不可以把它拔掉 這個配備就不要有了 因為方向盤上面的按鍵 已經功能化非常多了 而且對我們來說 我們雙手不會離開方向盤 你在那邊轉這個 你要不要離開方向盤 你要轉的時候 然後正好前面 有緊急狀況怎麼辦 對 所以雙手握了方向盤 去按按鈕 我覺得最好 是最直接的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佳維哥之前 因為你試駕過賓士的時候 對於他的智能輔助的駕駛 是真的非常讚譽有加 那這一次呢 BMW在這個 智能輔助駕駛上面 是不是有很多突破呢 他們基本上已經幾乎一樣厲害了 只有幾個小差異 第一個 ACC跟車系統也是全速域 可是三四以上才可以設定 譬如說你是零的時候 你沒辦法啟動 就是他跟定速一直連在一起 然後BMW有好處 我不知道賓士可不可以這樣子 BMW有好處 他可以單獨只有定速 沒有輔助駕駛 賓士可以嗎 Intel Drive可以關掉 只有定速嗎 也可以 因為有些不行 像Vovo就不行 那這BMW的系統 當你今天ACC跟沙停到零 譬如紅燈 賓士好像五秒以後 你車沒有走 他就解除 你要再按一下 加的按鈕或是踩油門 他會走嘛 對 他大概可以三十秒 他延長那個時間 對 這個很適合在台灣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 車道維持不是車道偏移 車道維持的輔助 賓士比較細膩 就是他比較像人在轉方向盤這樣子 譬如說高速公路 你微微的右彎或左彎 他很細膩 BMW 對 就稍微比較 他會講扯 有點小扯 有點小扯的感覺 最後一個就是 賓士 我在歐洲市的時候 他那個STOP 不是很多語言會有STOP 停車 叫你完全靜止 再走嗎 對 賓士他沒有這個功能 他啊 你要是沒有靜止在走啊 他會 逼 很大一聲 會嚇你一天 會這樣嚇你一下 就是告訴你 剛剛沒有STOP 沒有停車 那還有就是路標偵測 路標偵測的話 賓士可以全自動 可是要搭配Here 歐陸的圖資 BMW是你每一次切換 他偵測到不同的時數 譬如說90跳到120 你要按方向盤左邊那個 SET按鈕 按下去之後 下一次 他就會自動到120 可是120 等一下就90 你要再SET一次 90到80要再SET一次 那賓士是全自動的 所以其實啊 感覺上啊 這兩套系統啊 基本上他們都各有所藏 而且優點也都還蠻多的耶 就是看大家在操作上面 是比較習慣哪一套系統啦 但是最後我們要來問一下喔 就是賣士是三系列的車主 看完了這一系列呢 我們試駕的影片啊 然後以及現場 我們停的這三台車 如果說要你再選一次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啊 就目前來看 其實C-Class跟Audi A4 大概改款大概要在兩年後 所以如果我選的話 我應該會選擇就是 寂寞初清的這個 Audi A4 它可能價格的責量會更大一點 是 如果我選擇 Ri A4 RiA4 C-C-P-RiA4 是 P-RiA4 都是 大隊 是 RiA4 O 都 在 K-G-C-P-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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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